附貼器是我們慢慢看好慢慢的看OK 好 那瓷磚怎麼來的我們剛很簡單 Outlet Outline 勾了一下 那黏土的性質我們看一下 那Q頭嘛 那其實瓷磚基本的原料就這幾項 瓷磚怎麼來他就是這些有黏土有石英有長石 還有釉藥 上釉是比較重要的一環 那包括保護瓷磚表面形成光澤我們剛講他特性是美觀 還要有點防水 所以這是機能上的考量跟 賞心悅目啦現在住房子不是只有住而已喔還要賞心悅目 所以後續等要談到柏板瓷磚的一個簡單介紹 現在柏板弄的 可是各有各的各的說法啦我不能說不對啊我們看一看 來 黏土大概就是所謂的高凌土 葉蠟石大概溶點1400度C 那石英大概是1700度C 那各位知道等一下我會放一個影片你看看他的燒製的情形 會不會超過這些溫度 你去想想看 燒完以後他整個都溶掉了 所以你看一下溫度 應該不會超過這個 燒製磚是800度C 所以你知道這些材料你要了解一下就好 那黏土主要有礦物水跟沉積 他有一次 一次黏土二次黏土 好 那這東西大家就簡單看一下 這是他的一個三項圖啦 好 那一般來講的話叫殘留黏土 好 這是他的 那個分類而已你知道就好了不要知道太多 一個叫沉積黏土 好 那這些來講你可以看到在原來激流原初的叫一次黏土 然後被地水地球上的水利其他方式搬運的這我們叫二次黏土 好 那材質具有可塑性去配做什麼 構造黏土製品的原料 這張照片是在那個 大樹的那個三河瓦窯 以前他還沒改建前那現在蓋蓋起來了 那開怪手的是現在經營者的媽媽 年紀很大了還可以開怪手 他在臉頭啦 把那個 把這些土拿進去煉 好 那有叫瓷土 又叫陶土 你聽到高齡土 講到這邊 跟各位講如果去金門去玩一定要去買他的瓷器 金門那個有一個一個陶瓷場是 是國家的 那你可以去那邊買一個陶瓷器 因為他那邊金門的高齡土非常有名 高齡土 他的那個花瓶啊什麼他可以幫你帶給運送 可以去買點東西那個地方是可以參觀的 那耐火黏土呢 通常伴隨每一層而出產 那黃褐色 1580度C 好 主要作為 耐火磚 獨吞 耐火泥 OK 這個在中都磚藥廠還保留幾座那個 那個耐火磚的藥 中都磚藥廠 蓋好了又費 那個 好不談了 砂質黏土吼 含有細砂質少量石灰的黏土屬於沉浸 並且主要製造磚 桃管的原料 所以做磚都是採用砂質黏土 所以你剛剛看到這個都屬於砂質黏土 一塊一塊 OK 跟各位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好 那 黏土的性質有這些特性 可塑性 收縮性 耐火性 所以你知道磁磚燒完以後尺寸不會一樣的 會一樣 那就是用罐的 絕對不是用燒的 他會收縮 好 他會可塑 因為可塑所以他也做任何形狀但是也因為可塑他會變成另外一個不可控制的形狀 所以有利就有一弊 好 那耐火性的話他有一個耐火 錫戈耳椎去看判定那個椎軟化的程度到三個時期我忘了放那個圖 那出龍玻璃化 黏製化 他有三個現象 好 這燒到比麻糬了 知道嗎 燒到這個玻璃化是最好 不是變玻璃喔 玻璃化指的是顆粒完全融融 好 黏製化的燒壞 好 這是還沒有燒好 所以三個階段很難拿捏真的很難拿捏 你可以看一下 那最後的釉料要上釉釉 上釉釉 可以不透水 美關 就是兩個工人 一般事先調釉釉 用水跟拌盒以後 懸浮性的泥漿 噴在噴或進 徒步在面磚上適合的溫度燒成 大概是這樣 這邊有什麼低溫釉 中溫釉 高溫釉 這就看你要燒的磁器溫度是多高 看它的溫度來決定 這個細部我不念 那個太貴化學東西 我們就不去談 好 那先到這邊找個影片 讓各位